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謝謝 謝謝各位 台灣愛多美一年半的時間 我 董其芳 我在這邊見證 我們這麼短的時間 我個人已經創造月收入百萬了 為什麼要特別的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個人從事傳直銷 曾經做過大概二十幾年的時間 事實上如果說不是所謂的money game 或是所謂的高額獎金的公司的話 基本上一年半的時間 要創造一百萬的收入 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各位 今天你們來到的愛多美 它 是絕絕對對 可以讓我們在每一個人 在很短的時間裡頭 達到致富的水準 那麼今天呢 我要來跟各位介紹我所認識的愛多美 很少有公司呢 敢說它是一個第一名主義的公司 但是愛多美打從它一開始 它就報定的它絕對會是第一名的 那目前呢 我們所達到的第一名呢 有什麼呢 首先 我們在產品的價格上面 絕對是第一名的 我們在產品的品質上面 第一名之外 我們的價格是絕對低廉的第一名 還有呢 我們所發放的獎金比例 也是絕對的第一名 那麼在未來呢 我們的第一名主義有什麼呢 我們肯定是企業規模最大的第一名 我們肯定呢 會是所有經營者 擁有高收入的第一名 所以各位 你們參與的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 第一名的公司 所以我們台灣的每一位會員 我們要成為第一名的會員 好不好啊 好 那麼我接下來呢 我把那個 呃 我們愛多美公司 跟我們的合作夥伴 韓國原子力研究院 還有韓國科馬呢 我做一個介紹 愛多美呢 它是銷售所有 韓國科馬BNH 所生產製造出來的產品 那麼 呃 愛多美呢 是負責所有的通路 韓國科馬BNH呢 它就是負責所有產品的研發 跟製造 那麼這個韓國 呃 科馬BNH呢 它是怎麼組成的 它是由韓國原子力研究院 韓國原子力研究院 技術投資 百分之二十點一 然後 呃 這個韓國原子力研究院呢 我要特別的特別的介紹 它是在1959年的時候 在韓國成立的 那麼在2007年的時候呢 它正式升格為原子力研究院 那為什麼它可以在50年的時間 可以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的研究院 它目前僅僅次於美國的NASA太空總署 主要原因是在60年代的時候 其實韓國當時的經濟狀況並不是非常好 那麼韓國的大統領普正希呢 它就親筆寫信邀請了17位的海外的核物理專家 然後回到韓國為他們國家來效力 所以這幾位核物理專家呢 他們致力於整個研究院的發展 然後當然也背負著國家的這個成敗 那麼這50年來呢 韓國政府投入了大量大量的預算 總共的預算呢 大概超過2000兆韓元 那麼以這麼樣的一個規模 然後呢 他們甚至呢 在2007年的時候 2007年9月 甚至參加了一個奧地利維也納的一個IEA 就是所謂的原子能國際機構 他們呢發表了一個所謂的核融合的技術 甚至由韓國代表呢 他們呢發表了一個演說 就是利用核融合的技術 創造我們未來光彩的生命 那麼獲得所有參與國的認同 那麼從此之後呢 整個的原子力研究院呢 真的是大放益材 那麼原子力研究所下面呢 因為後來成立了一個生命工學研究所 所以在2007年的時候呢 他就升格為研究院了 那因為我們要做愛多美 我們一定要了解他的整個的背景 因為我曾經做過傳銷 很多公司會因為一個產品 然後呢就大力大力的宣傳 其實我個人有時候很喜歡看購物台 他們往往一個產品總是會有個代表人物 那麼我們愛多美 我們不是一個代表人物 我們是整個國家的研究院 是不是該給我們一個掌聲呢 我們整整的一個研究所 我們在研究我們所有的產品 那麼以韓國科馬來講呢 它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企業 它到目前為止一百年的歷史 韓國科馬本身呢 大概擁有兩萬多種的配方 它有兩萬多種的處方 它也是全世界第一個運用奈米技術 來研發在保養品上面的 那麼它在韓國呢 也取得了一個CGMP的一個最高規格的一個 所謂的化妝品的最高水準的一個標準 那麼以韓國科馬來講呢 它就是過去從來沒有自己的品牌 它全部都是做OEM ODM 那麼唯一的一次 它跟韓國原子力研究院 兩個合作了韓國科馬B&H 所有的產品我們都是一流的研究 一流的生產 一流的製造 一流的配方 那麼由這兩個所組合 所生產出來的產品 就是我們愛多美是唯一的通路 所以各位 我們所參加的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 大家自己好好的想一想 我要談談有這麼好的背景 有這麼好的生產技術 那麼這家公司它的經營理念到底怎麼樣呢 產品那麼那麼的好 可是呢我們卻用 絕對的品質 絕對的價格 所謂的絕對品質就是 我們絕對是最好的品質 可是我們的價格 絕對絕對是非常非常評價的 那麼世界上所有的流通業指的是 把好的東西用便宜的價格賣給我們的消費者 可是往往很多企業家 他們拿到好的產品之後 他們恨不得能夠 他們恨不得能夠壟斷市場 恨不得能夠用高價位來賣出 可是我們愛多美 絕對的品質 絕對的價格 這就是我們的經營理念 這就是我們的經營理念 那麼剛才呢主持人呢 已經有把我們的經營者 普韓吉呢做一個相當的介紹 我可以講說 普總市長 是我下半輩子 唯一崇拜的偉人 因為他真的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 我想在台灣落地之前 他可能不知道他名字的意義 可是普韓吉這個名字 在台灣地區 真的是造成非常有親切感 而且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轟動 談到董事長的整個經營理念 我真的要特別特別的說明 因為呢很多公司的經營者 都是有所謂的幕僚 所謂的班底 所謂的教育部門 然後來跟他的所有的這個會員做訓練 可是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家公司的董事長 是那麼的親力親為 我在早期的時候我接觸了愛多美 那時候我就有一個想法 為什麼這一家公司難道沒有人才嗎 為什麼每一次都要董事長上場啊 董事長一上場 一場的說明會 一兩個小時 可是他卻每一次都上 我說難道沒人才嗎 後來我才知道 我透過幾位總長的聊天我才知道 原來董事長他一直希望 能夠把他的理念 原原本本 一絲不漏的 藉由每一次的訓練會裡頭 讓我們的會員能夠了解 能夠了解他的苦心 能夠了解他的愛心 所以每一次都是由他親自上場 甚至他也希望藉由他每一次上場的時候 然後錄下他的資質片語 錄下他所有的教育的課程 在未來呢 他可以透過他的分身 我第一次還聽不懂什麼叫他的分身 後來才明白原來他的分身就是他的影片 所以呢 他真的是我見過 一個最徹底執行的一個經營者 他是非常非常偉大的企業家 那麼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宗教家 一個人呢很難得能夠把事業跟置業 能夠合在一起 可是呢 董事長呢 他不但創立了愛多美這麼棒的事業體 甚至呢 他也非常把他個人的信仰 然後加注在我們的社訊裡頭 沒有一個公司在談愛的 沒有一個公司在談真愛靈魂 沒有一個公司在談信念 沒有一個公司在談謙卑服務 各位 如果你有看過公司的整個背景跟言格 我們在網頁上有這麼一句話 他說 我將一直左右在你的身邊 直到你達成夢想 多麼感人的一句話 這就是我們愛多美 這就是我們愛多美 好 那麼台灣的 董事長的經營裡的這個介紹之後呢 有這麼好的背景 有這麼好的經營者 那麼當然他的產品跟制度都非常非常重要 好 愛多美的產品呢 我們目前有分成幾個大類 第一類呢就是保健食品 那保健食品上面呢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當然就是蜂蜜飲 蜂蜜 愛多美剛開始的時候呢 就只有蜂蜜飲單項的產品 這個蜂蜜下午的時間呢 我們會有營養師來跟我們介紹的產品 但是談到這個蜂蜜飲的研發呢 我要特別的特別的在提到 因為呢就是普正希大統領呢 當時他把這個所謂的17位的核物理專家 請回了研究院之後 那麼整個的研究院目前呢 有1300多名的研究員 另外還有一個4000多名的研究團隊 這些人呢他們成天的就是 在整個的核的環境裡頭 甚至就是一些壓力的這個狀態之下 那麼普正希總統呢他就下令 他們成立了一個15人的小組 然後呢就是針對他們這些研究員的健康 然後研發了這個蜂蜜飲 那麼這個蜂蜜飲呢 坦白講因為韓國原子力研究院呢 他們就是以研發所謂的尖端科技 還有抗癌甚至造血功能跟抗輻射這一方面 唯一他的最主要的這個研究院的這個目標 所以呢在蜂蜜飲被研發出來之後呢 耗時了8年的時間 那麼當然也讓 剛開始呢他的價格比較高 那麼當然透過我們艾多美的通路之後呢 他當然就是可以以駕自駕囉 一輛自駕能夠大量的行銷 然後讓他的價格能夠更便宜 甚至有魚油 甚至有女性更年期的等等 種種種種種種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他是一個生命工學的一個團隊在研發 所以未來呢 我們一定會有更多更多的保健品 那麼第二大類的產品呢 就是美容保養品 那美容保養品這裡頭呢 當然他也有他的一個故事 生命工學研究所呢的所長 之前所長是編明與博士 編明與博士呢 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 在全世界有三個很大的機構 專門在查人民的 我們的編明與博士 他一直都在100名之內的 非常了不起的編博士 那麼呢他在有一次呢 在法國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商業的一個展覽裡頭呢 他就發現了一個品牌 S牌 日本的牌子 他就說 那個產品裡面呢 他號稱含有綠茶成素 成的成分 百分之二十 結果呢他就拿回去研究 研究的結果呢他發現 裡面只有百分之零點五 可是呢竟然造成大熱賣 所以呢後來呢他就開始研究 那麼就藉由我們那個研究院 的一些技術 就是包括 Gamma照射線 包括一些放射線 然後呢把我們這個 綠茶的成分呢 裡面的顏色跟味道都去除了 然後呢加上韓國的非常著名的三個技術 就是一個呢就是所謂的發酵技術 一個呢就是我剛剛提到的放射線的這個技術 然後一個呢就是多重膠囊的技術 所以他讓我們這個六件組的這套保養品呢 能夠在很短的時間用非常細微的分子 直接滲透到我們的皮膚裡頭 所以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剛開始呢蜂蜜也熱賣 接下來我們的六件組當然也很熱賣了 因為我們是絕對的品質 可是絕對的價格 除了這兩個大系列產品之外呢 我們另外還有日常生活用品 牙刷牙膏 這個是家家戶戶都需要用到的 董事長說連跑路的人都需要刷牙 需要洗頭洗澡對吧 甚至呢我們還有食品類的 然後我們還有家庭清潔用品等等的 在幾個月前董事長曾經在成功學院裡頭說到 愛多美未來我們要賣鞋子 我們要賣衣服 我們要有信用卡 各位想想當你的夥伴在餐廳裡頭用餐 當他在扣款的時候 你就有點數 這樣好不好啊 對 非常非常好 所以愛多美這個列車 我真的要恭喜各位 供逢其會 大家都上車了 好 那麼我們的產品會陸陸續續的在 不斷不斷的在增加中 那麼好的產品 靠靠好的制度來做行銷 好 愛多美的制度呢 我們採取最具人性化的雙軌制 一般目前呢 在市場上大部分都是所謂的 太陽線的 爬街式的 那甚至呢 有很多所謂的走代數的 那我們都知道 太陽線的呢 你看很多人兩條線都做不好 三條線怎麼做啊 甚至還有七條線 十二條線的 好 那所有的這個 所謂太陽線的呢 他一定會有幾個條件 譬如說呢 他在 呃 升格上面 他可以呢 超越 所以呢 既然可以超越很多呢 他可能就會買品 買貨上聘 那麼呢 我們這雙向制 雙軌制 愛多美最具人性化的制度 除了說 他是走最簡單的雙軌制之外呢 他還有幾個特色 就是第一個 我們免入會費 然後呢 我們免重銷 很多公司呢 在制度上面呢 他為了要讓你能夠領取獎金 甚至保留業績 他就是要鎖定你 一定要重複消費 所以很多所謂的經營者呢 他的收入 基本上就是來自於 鎖每一個會員的 重複消費 可是愛多美 完全不用 好 我們是自然消費 好 我們是自然消費 那麼呢 他是無限代累計 甚至他是跨國連線 所以各位想想 如果2017年 我們大陸市場開了 各位想想 可能一個省 我們就可以產生 好幾十位的皇家大師 對不對 對 我們在想想 當2017年如果大陸開了 你的夥伴就在那邊 他們早上起床刷牙洗臉 他們洗頭洗澡 跟你有沒有關係啊 對 那些都是你收入的來源 好 都是你收入來源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呢 是可以繼承的 講到這個繼承後 我要講一個笑話 因為 7月1號開始呢 就放暑假了 那我們家呢 有一個妹妹 我妹妹的大女兒 然後呢就到 我們中路中心來打工 幫會員做一些簡單的行政工作 結果他聽啊 聽了一個禮拜 我們那個講師都太優秀了 越講呢 我們那個16歲的妹妹 竟然跟我說 大阿姨怎麼辦 我如果在4年滿20歲做愛多美 已經沒有人可以找了怎麼辦 我跟他說 叫你阿嬤好好做 因為你媽媽的那一份錢 她自己要用 你阿嬤的呢 以後留給你 所以你現在回去 要鼓勵你阿嬤好好的做 因為愛多美是可以繼承的 非常非常人性化 可以繼承 她不會把你的努力 然後在你走的那時候 就化為無有 非常非常好 那麼好 我們接下來在談什麼呢 談系統資源 今天各位來到這邊參加的是呢 愛多美的成功學院 其實整個愛多美 它有一個非常正統完整的一個教育系統 我們平常呢有中心的課程 現在目前全省14個中心 每個中心呢在每個月月底的時候呢 就會把次月的課表排列出來 中心的課程裡頭呢 包括就是一般會員的 就是教育養成說明會 甚至一些產品的一些分享會 然後甚至有一些 就是可能一意解雜啦等等的 那麼中心的課程呢 就像一個小齒輪一樣 每一個月呢在北中南 我們各有大概兩到三次的一日研討會 這個一日研討會呢 我們就透過會員的分享 還有董事長的一些影片 以及我們來自韓國的 黃家大師們 然後來跟我們分享他的成功經驗 那麼一日研討會 就好像是一個機器的中齒輪一樣 成功學院呢兩天一夜裡頭 我們可以聽到更多更多成功者的分享 我們可以看到董事長他的風采 我們可以聽到李森元博士怎麼樣的 藉由我們中國古老的一些 什麼論語啦孟子啦孔子等等的一些引進句點 讓我們了解愛多美事業 除了賺錢之外 我們是還必須是要一個有良心有道德的一個事業 成功學院就好像一個大齒輪 我們的這三個系統呢 正常的滾動每一個都將會是成功者 那麼除了系統之外呢我要談的是資源 愛多美有什麼樣的資源呢 當然我們全省的14個中心 就是每一位會員的資源 今天你可能在台北 可是你介紹了一個夥伴到屏東 怎麼辦呢 放心 我們屏東現在有最新的新外愛 教育中心可以協助你的夥伴 我在屏東我介紹了朋友到中立 不用擔心 中立簽展的李四函中心長 非常熱情活潑 他可以給你絕對的協助 這就是愛多美的中心的資源 那麼另外呢 很多公司呢 在加入的時候呢 他是沒有所謂的後台可以檢查的 可是我們愛多美 我們有個後台管理平台 然後呢 我們後台裡面甚至有影片 VOD 可以讓我們呢 在平常比較有空的時間呢 我們可以上網去看看 裡面呢 有獎金制度 有董事長的影片 有黎森韻博士的影片 你要什麼有什麼 那甚至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的平台 我們來購物 來註冊新會員 好 那麼我們還有什麼呢 做愛多美要不要送貨啊 不用 因為呢 我們有黑貓宅疾便 我們有新竹貨運 幫我們送貨 好 那我們領獎金怎麼領呢 要不要拿現金啊 不用啊 公司呢 物流金流都幫我們準備好了 好 每一個禮拜二 公司呢 就把錢直接拨入你的戶頭裡面 好 所以每個禮拜二呢 是每一位會員 非常開心快樂的日子 好 那麼有這麼多的資源 到底 現在有多少成功者啊 剛剛我們總經理說 上個月呢 台灣地區領十萬塊獎金以上的 超過四十二人 在每一個月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我們目前呢 我個人是進入韓國的皇家俱樂部 所謂皇家俱樂部是 就是年收入超過兩億韓元 那麼 其實我們台灣也有很多的夥伴 已經進入了領袖俱樂部 大概有六七位都已經進入領袖俱樂部 他們呢 年收入都超過一億韓元 也就是三百萬台幣了 所以成功者 這個到處都有 比比皆是 希望下一個就是你 那麼 接下來呢 我要跟各位介紹 我一加入 愛多美之後 我就一直想著 現在台灣如果開始了 那麼未來到底在哪裡啊 我想很多很大型的公司呢 基本上 大概到台灣來的時候 大概都是已經幾十個國家之後了 可是我們來台灣 竟然是第五個國家 我們2009年韓國成立之後 接著美國 接著日本 接著加拿大 然後第五站就是台灣了 然後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我們開了新加坡 接下來我們明年 有馬來西亞 有越南 有柬埔寨 各位 請你一定要了解 你站著的是一個多麼好的一個時機啊 我們呢 的市場在哪裡 在馬來西亞 在印度 在中國 在所有所有 公司還沒有去的地方 所以我們的市場有多大啊 好 這不管你今天有錢沒錢 不管你曾不曾經成功過 不管你是家庭主婦 不管你有沒有朋友 愛多美絕對是你的平台 好 絕對是你的平台 那麼 加入愛多美的好處非常非常的多 呃 我希望說藉由這兩天的課程 我們就好好的配合我們的主持人 兩天的課程呢 我希望 如果你想要月入 三十萬五十萬 一百萬三百萬 愛多美絕對是你唯一的選擇 謝謝 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